大家好,今天我們要學習如何使用 ESP32 來讀取即時天氣資料 並將這些數據自動上傳到 Google Sheet 讓我們可以隨時查閱 這個專案將使用 ESP32 讀取 Open Weather 點擊資料 透過 Wi-Fi 再乘輸資料到 Google Apps Script 最後 Google Apps Script 來處理數據並寫入 Google Sheet 試算表 在這支影片中,我們將使用 MicroPython 來撰寫程式碼 不會安裝並使用 MicroPython 的小夥伴們 可以觀看這些影片來學習唷! 我會把程式碼和網站連結放在影片下方的內容數據中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步 讓 ESP32 連上 Wi-Fi 開啟智慧聯網 想讓 ESP32 存取天氣資料 第一步當然是連上網路 ESP32 有兩種 Wi-Fi 模式 AP 模式 讓其他裝置連上它 STA 模式 像手機一樣連上 Wi-Fi 在這裡,我們要讓 ESP32 變成 Wi-Fi 客戶端 這樣才能連上網路取得最新的天氣資訊 先打上以下程式碼 首先載入 Network 模組 讓 ESP32 能使用 Wi-Fi 還有載入 Type 模組 過程需要加入延遲 我們先設定變數來存取 Wi-Fi 名稱和 Wi-Fi 密碼 接著設定 ESP32 為 STA 模式 啟動 Wi-Fi 連線後去搜尋我們指定的 Wi-Fi 網路 持續檢查連線狀態 每秒回報連線進度 當 ESP32 成功連線時 會顯示輸出一則成功連線的訊息 接著輸入你的 Wi-Fi 名稱和密碼 輸出後按下執行 如果顯示出成功連線 代表它已經準備好使用網路了 如果出現錯誤 請重新開啟熱點 讓 ESP32 可以重新抓取網路 第二步 ESP32 讀取 Open Weather API 登記資料 首先打開 Open Weather 網站 我們要先來註冊會員 Open Weather 是一個提供全球天氣數據的服務 開發者可以透過 API 取得即時與歷史天氣資訊 適用於各種應用 Open Weather 提供免費版與付費版 如果你的障礙對天氣數據的需求較高 可以考慮升級到付費版 注冊好會員後 網站會寄給你一封 你專屬的 Open Weather API 金鑰 我們可以點擊下方網址 來測試這個金鑰是否能正常運作 這裡顯示的是倫敦的天氣資訊 登入會員後 點擊上方的 API 我們要尋找即時的天氣資訊指令 你可以透過經緯度或程式名稱來定位 本實驗我們選擇用程式名稱來定位 先放著等等會使用到這行指令 現在我們要從 Open Weather 取得天氣數據 程式就要這樣寫 我們要再引入其他的模組 再入 U-Class 模組 專門用來在 ESP32 上發送 HTTP 請求 再入 JSON 模組 用來處理 JSON 格式的 16 接著要設定 Open Weather API 指令 來到剛剛的 Open Weather 網站複製指令 在 Open Weather URL 的地方貼上 將你的程式名稱打上去 或是利用台北大範例 接著複製你的專屬 API 金鑰 把 API Key 等位置取斷貼上 在 Wi-Fi 連接後 將會使用 HTTP 跟 Open Weather 申請請求 如果請求成功 網站將會根據程式名稱 和 API 金鑰匯傳天氣資訊 儲存後按下執行 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將資料從中抓下來 並顯示出來 這樣我們就成功讀取當前台北的天氣資料了 第三步 ESP32 上傳天氣資料到 Google Sheet 打開你的雲端硬碟 點選新增 新增一個 Google Sheet 將視訊表名稱改成 Data Collector 再將工作表的名稱改成 Winter Data 我打算記錄無筆資料 分別是 記錄時間、程式、溫度、濕度、感天氣描述 為了區分出來 我把這些資料名稱打在第一行上 再來我們回到雲端硬碟 點選新增 新增一個 Google Apps Script 我們要撰寫 Google Apps Script 程式指令 把我們 ESP32 上傳的資料 透過指令 Esheet 底寫在 Google Sheet 裡面 Google Apps Script 的專案名稱 就跟 Google Sheet 取得名稱一樣 一邊搞混 接著回到 Phony 現在我們要把數據上傳到 Google Apps Script 程式就要這樣寫 首先這裡新增一個 Web App URL Web App URL 指的是剛剛創立的 Google Apps Script 指令網址 等到撰寫好指令後再來更改網址 在上一個步驟 我們已經把天氣資訊抓取下來 可是這些資訊還沒有被整理過 所以要把溫度、濕度、天氣描述的資訊 分別取出來 這裡要特別注意 因為 Operator 的溫度單位是 Kyler 要自己轉換成設施 抓取資料完後 HTTP 請求記得要關起來 接著把要上傳的資料集合在字典中取名為 Data Data 包含程式、溫度、濕度、天氣描述的這些資料 再來發送 HTTP POS 請求 將資料傳到網路上 這裡一樣傳送完請求後要記得關起來 如果確認傳送成功 將會顯示 Print 裡面的文字 最後以上這些動作完成後 延遲五秒鐘 再重複讀取並傳送資料 接下來我們要撰寫 Google Apex Square 的程式碼 我先來解釋這些程式碼的意思 Do Post 是 Google Apex Square 余孫又來接受 HTTP POS 請求的函式 接著這裡是開啟指定的 Google Sheet 試算表 把創建的 Google Sheet 網址貼上來 並且打上指定的工作表名稱 再來要解析上傳過來的資料 解析後才能正常使用 中間我要取得最後一行資料的行數 因為我只要儲存到 100 筆資料就好 並且讀取現在的台北時間 因為要用來記錄資料的儲存時刻 由於我不想要資料太多看不完 我在這裡寫下 如果超過 100 筆資料 將會覆蓋原本第一筆的資料 最後我將 Data 內的資料夾上現在時刻 總共五筆資料一次寫入 Google Sheet 試算表裡 如果過程都沒有問題 將回傳 OK 給 ESP 32 程式算寫好後按下部署 點選新增部署作業 點選持人符號 點選網頁應用程式 執行身份點選自己的 Google 帳號 全線點選所有人 按下部署 點選授與儲存權 點選自己的帳號 點選更多 再點選程式的檔名 點選同意 這樣就部署成功了 得到了 Google Apps Script 程式的 API 網址了 最後按下複製 把 API 網址貼在 Web App URL 的位置上 這樣程式就全部完成了 儲存後按下執行 你可以看到 ESP 32 讀取的天氣數據 自動存入試算表了 並且上傳成功後 有把 OK 回傳到 ESP 32 中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你是否都學會了呢?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中詢問 如果你覺得這個教學有幫助 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